大家好,河南豆角焖面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 虽然百吃不厌,但是想要做好一定有技巧 今天我就把正确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面条软香劲道,非常的入味好吃 首先准备一些四季豆,掐掉头和尾 撕掉上面的老筋,豆角的是用手掰出来的 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接着我们准备一块五花肉给它切成薄片 切完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三块钱的湿面条备用 锅中油热,放入八角,花椒,香叶,炒出大料的香味 再放入五花肉,煸炒出五花肉里面多余的油脂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加入葱姜蒜,干辣椒 这个是灵魂不能少,炒出食材的香味 加入一勺生抽,少许老抽上色 翻炒均匀,加入滚烫的开水 放入豆角 调味加盐 五香粉 鸡精翻炒均匀,煮上两分钟 然后我们把这个汤盛出三分之一,舀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再把准备好的面条均匀铺在菜上面 这个面我们一般选这种扁细的比较好入味 盖上盖子,小火焖上八分钟 舀出来的汤汁里面加入一勺香醋,一勺香油 这也是面条好吃的关键 时间到里面的汤已经熬干了 上面再放上一把大蒜 接着把碗里面剩下的汤汁浇在面上面 再小火焖上三分钟 最后撒点葱花 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豆角焖面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面条松散又有劲道 非常的好吃入味 特别的香 一次三碗都不够吃 装入盘中 吃面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这味道简直绝了 有没有人和我做法一样的朋友 五一不用去河南 在家也能吃上正宗的蒸卤面 喜欢的朋友能不能点个赞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下期再见